今天是来参加雀巢公司的一个活动 后边的这个楼 这是雀巢公司的一个主楼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停车库 很大 像一般德国比较大的企业呢 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 但是这片园区都是属于雀巢公司的 看这个公司占了很大的一片地方 所以我还得找一下 具体那个参加活动的楼是在哪 被我找到了 10号 然后这有显示是雀巢的一个商店 从后边进去 这个就是雀巢的商店了 应该是工作的员工 也可以在这买一些东西 我现在已经到了活动的地方了 下面有一个接待处 现在活动还没开始 大家还在等待 因为雀巢是做食品的 所以我准备一些早餐给大家 现在大家都还在吃早餐 现在要进入会场了 哇 这里的风景很好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不过今天有雾 有点下雨 这里有一个小展架 上面放了一些 在德国特别热卖的雀巢品牌的产品 Maggie做了很多亚洲视频 这个是方便面系列 这个是酱油 这居然有辣酱油 我们家经常买这个 Maggie的酱油是从1887年 就已经开始生产了 所以是一个百年品牌 各种各样的调味料 都是我们经常买的 没想到都是雀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呢会议开完了 然后就要去一个就要去雀巢的食品店 去参观一下雀巢所有的产品 然后大家会一起讨论有哪些产品是适合在中国进行推广的 今天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特价、员工价买一台机器了 所以就买了这款咖啡机 今天的参观活动基本上结束了 现在已经是周五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要去一起共进午餐 刚才那个就是雀巢现在的销巢总监 他会跟我们一起来 今天中午跟我们一起来吃午餐 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呢 一起去看看 有一些finger food 就是拿在手里吃的小吃 但是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德国人就特别的善于做这些finger food 这是今天介绍的饮料 拿一个这个喝吧 这个活动迟失了一早上 所以现在超级饿 市场提供了一些样品给我 然后大家可以拿回去吃用一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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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